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在我IG跟脸书之前我有做的时候 PO上来大家都说想要知道怎么做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看怎么做 那不难啦 但稍微工序复杂一点 跟我们之前我们常看到的母式流不太一样 因为母式流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的菜 我都一直希望是以简单为主 但有些人说太简单了 那刚好这次如果大家有兴趣要学这道菜 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准备了有洋葱大蒜 然后红酱的部分呢当然是番茄 那如果你不喜欢用番茄酱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很有趣的不喜欢番茄酱 那不喜欢也没关系 你可以去买番茄糊 那你觉得番茄糊怎么 我给你看大概是长这样 这个 这个等于是把番茄打成泥 你可以用它来代替番茄酱 因为很多人不喜欢番茄酱 那番茄糊就不用担心 它是纯番茄下去做的 好那先把贝壳面放 因为它煮的时间比较久 然后碍于我们大会说我每次煮东西都太大分 我们今天煮小份也 对 而且最主要是他们你知道很不客气的跟我说 你就不会煮小份了 我就煮给你看 对 那一样 方点橄榄油在水里面煮意大利面 那这边我们把橄榄油放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把蒜头 把蒜头放进来 把蒜油煸出来 把蒜油煸出来的时候 你整个的味道 就会呈现那个蒜香味会比较明显一点 这个是有时候你在做意大利面的时候 当你没有办法很多食材提不起味道的时候 你希望有个主味的同时 因为你总希望你这道菜味道有个重点 很多时候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道菜不难吃 但你第一个你看不出 你吃不出这道菜的重点 你感受不到这个厨师他想表现什么 那我会建议如果你今天已经到了 比平常做菜想要再升一级的时候 你就要去思考 怎么样这里面可以把味道提出来 然后这个味道会 会攸关你这道菜 到底大家觉得你的巧思在哪边 那这边我会觉得做这个蒜油 用蒜油来用蒜头用蒜这个编成那个蒜酥 最后再把它淋上去的时候 会多一个很棒的蒜香味 你说你当然我这边讲边流口水 你说当然你可以说我今天在做这个 意大利面的时候有人会放什么 放那什么意大利什么香草 什么香草香草粉或干嘛 我比较少会买那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新鲜的东西跟干燥东西 比起来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新鲜的东西 所以新鲜的话以蒜头来说或是九层塔 这是比较新鲜的 好那这边你要慢慢去编它 编到什么你看它那个蒜头啊 现在目前在编这个蒜酥的时候 你不要看到焦了赶快关火 没有最快就把它先离开 晃一晃让它均匀的这个瘦了 你看现在开始又变色了对不对 你现在这个时候再放进去它就太热了 好颜色都变出来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倒出来 因为你倒到这个碗里面它还是继续导热 所以不要太 这边的时候编的时候不要太黑 你一旦太黑的话 到时候你煮出来的东西可能就焦苦了 蒜头是两面韧 因为有时候做得好 你会觉得很香 做不好有时候会苦 编的不够没味道 真是很讨厌的 那这个时候不要偷来 稍微洗一下 不然你再炒下去 那个蒜头容易苦掉 我现在有蒜油了没问题了 对不对 接下来很多人会开始去炒这个洋葱 当然可以 但我今天有放虾子 那虾子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好比说 你可以把它放到里面烫 烫完之后虾子放进去拌一拌 这是一个 再来就炒肉的时候把虾子放进去 一起炒 那你也可以像我现在一样 热的时候 我们把它下去稍微干烙一下 会对一个焦香味出来 把它放进来干烙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先 撒一点 我没有放油 所以你可以先放一点 这个 这个盐巴进来 然后来一点胡椒 油先不用放 因为我们是干烙 然后你就翻面 干烙的虾子会多一个 类似像烤虾的味道 那当然我会建议 如果你煎的锅子是 不沾锅 你可能要放一点点的油 有时候干烙比较容易坏掉 就是你锅容易坏 那干烙起来的虾子也会特别 我个人很喜欢干烙的味道 然后干烙跟炒不一样哦 炒你会放进去就一直这样 跟干烙是放进去 让它慢慢去煎 干煎它 会煎到有点焦焦的 这是我个人喜欢的味道 但你现在因为 你没有在现场 我们倒那个 我们食材的香味 这是 每次我们在 干烙食材的时候 或者在 提味的时候 我们总希望说 你可以从你的嗅觉去闻掉 好 现在把虾子拿出来 这个虾跟你 水煮的虾跟 炒出来的虾是不一样的 好那这边有一点点 这个刚刚干烙的 这个 味道 你就可以把橄榄油放进来 那你说 我怎么不用 刚刚那个蒜头的橄榄 可以 但我很怕 下来就苦掉 那不如这样 我们就 那个蒜油 你可以倒后来把它拌进去就好了 好 有一点洋葱香味出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 肉放进来 那你要放猪肉牛肉都可以 不见得说一定 甚至你说 我家有 剩下一点点牛肉 一点的猪肉 你都放进来也行 不见得说一定要 全猪肉或全牛肉 只要有任何的肉 绞肉都可以放进来 然后这边就是 要把它炒到香气出来 所谓的香气出来就是那个 肉的那个 腥味把它炒掉 不用去担心说它这个会 炒太干 会太硬 因为待会我们会微 番茄 你可以整颗下 你也可以像我现在一样 切半 就丢进来 番茄糊也是这个时候 因为你放进来之后你的 这个 颜色会比较红啦 比较漂亮 然后让肉跟番茄 都有味道 然后你可以这个时候把 这个 辣椒放进来 好 面水 这个时候就是去揉它了 麵煮得差不多 你可以把面拿出来 好 麵煮得差不多 贝壳面 我很喜欢贝壳面或是比较大的 鼻管面 为什么 因为它的造型 会能像汤匙一样 把这个 里面的料 就是包在里面 还是所以你就开大火要收汁 哦 你现在看已经 开始都 煮备的情况之下 可以稍微关小火一点 来 先撒一次的 起司粉 起司粉撒进来的同时 你就可以把 九层塔也放进来 然后我们刚刚的虾子也放进来 那现在眼睛是什么 盯着虾子 虾子刚刚烙 大概烙到六七分熟 现在就稍微 把它弄到全熟 那这边的 蒜 你可以先拿一匙进来 稍微拌进来 味道就很足了 你就可以把它放过来了 重点来咯 你可以在这边 再放一点新鲜的 螺螺叶上来 它的香气会不太一样 然后 这边 蒜 把油拿掉 这边再把它淋上来 你的 这个意大利面 就会稍微 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它的 蒜味跟你想呈现的 跟九层塔的味道 会特别明显 然后 一般 我们还会再撒一点起司粉上来 也漂亮 那有人在这个时候还会再撒一点 淋一点橄榄油 我觉得不用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放了 这么多的蒜油进来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红酱贝克面 懂吗 像这个 这个就是我说的 它里面还有包着肉包着酱汁 这边 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我这样 我自己做这样 其实虽然有点做作 但我很喜欢是什么 就是当你想要 嘴巴咖喚的那个味道 你做了 你在过程当中 你不断在 调整你嘴巴那个味道 当你 做完之后 你吃到第一口 我说真的 那个满足感 会比你去外面点一道菜 你不知道好不好吃 你突然吃起来好吃 那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是你从头到尾 你慢慢把它堆叠出来的 很好啦 试试看 真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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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